我是一个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,穿梭在不同时空和宇宙之中,探索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。 这次,我前往了一个陌生的星球,遇见了一位妇人。 她养了一只母鸡,每天都下一个蛋。 我跟她聊天,得知她非常渴望拥有更多的鸡蛋,因为她想要卖掉这些鸡蛋换取更多的财富。 我告诉她一个依所欲言,故事中有一位农夫和她的一只母鸡。 母鸡每天下一个蛋,农夫认为如果多给鸡一些饲料,就可以让母鸡每天下更多的蛋。 她就这样给母鸡喂了很多饲料,但是母鸡最终停止下蛋了,因为她变得太肥了而生病了。 这位妇人听完这个故事后,深思熟虑,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。 她认识到过分的贪婪是很危险的,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更多的利益,就可能失去现有的一切。 她也明白了,如果她想要让母鸡每天下更多的蛋,就需要好好照顾它,而不是给它过多的饲料。 最终,这位妇人学会了如何爱护自己的母鸡,每天按时喂食,梳理毛雨,并且每天收获一颗鲜美的鸡蛋。 她意识到,只有在好好照顾和保护现有资源的基础上,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,否则,过度贪婪的行为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。 谢谢观看,我是一名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,希望下一个故事再现。